汉县帝刘邪是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他生于宣帝元家22年 继位后再位长达31年 但是他的一生却充满了屈辱和悲剧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干政 地方割据等因素导致政治腐败 军队士气低落 社会动荡不安 这种情况下一批批的权臣纷纷崛起 试图掌握实权 而汉县帝却并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趋势 这也成为了他最大的悲剧 汉县帝在位期间曾经任用过多位重臣 如何彼此拉扯 试图争夺皇权 其中董卓是当时的霸主 他依仗自己手中的大军和权力 轻易地掌握了汉县帝的政治命脉 甚至想要篡位 公元189年 董卓进入长安大肆杀戮 迫使汉县帝下令将地位善让给他 汉县帝在董卓面前低头 不甘反抗 只能任由董卓摆布 他不得不在董卓的逼迫下 下旨任命董卓为大将军 太师颠克三公 实质上将皇权交给了董卓 董卓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挟持汉县帝到洛阳 并在那里安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宴会 在宴会上 董卓让汉县帝陪酒 助兴 屈辱之急 不久之后 董卓的统治遭到了各方反对 他被迫离开洛阳 但却将汉县帝留在了那里 汉县帝不得不在洛阳度过漫长的数年 不仅仅失去了自由 更是失去了尊严 他被董卓和他的手下逼迫着 做出了许多无奈的决定 例如赏赐董卓的家族发动兵变 都是在他不得已的情况下 做出的妥协 公元192年 汉县帝终于得以重返长安 但他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和权利 董卓离开洛阳后 曹操成为了汉县帝的新的大臣 曹操和他的手下们 不仅继继续削弱汉县帝的权力 而且屡次羞辱和奴役他 公元196年 曹操在汉县帝的面前 表现得非常不尊重 汉县帝很是气愤 但是他又不能对曹操采取什么行动 曹操的手下 巡御认为汉县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 就算是受到了屈辱 也不会有什么反抗 巡御建议曹操将汉县帝 迁移到自己的领地上 以避免他被其他的官员利用 曹操采纳了巡御的建议 将汉县帝迁移到了许昌 在那里 汉县帝不仅仅失去了政治权力 还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只能依靠曹操的供养度日 他想要回到长安 但是曹操却不允许 曹操还对汉县帝进行了威胁 称他如果不配合 就会受到惩罚 汉县帝不得不听从曹操的命令 但是他的心中充满了屈辱和悲伤 他曾经是一个皇帝 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力 但是现在他却成了一个被他的手下轻视的囚犯 他不得不屈服于曹操的压力 忍受着屈辱和羞辱 直到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汉县帝的一生充满了悲剧和屈辱 他虽然是一个皇帝 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权力和自由 被那些手握实权的人利用 奴役和羞辱 他无法挣脱这些束缚 最终也无法保住自己的皇位和生命 他的经历 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警示 权力和自由是多么珍贵 但是也是多么脆弱和容易被剥夺的